据报道,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立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将于12月7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 作为COP15主席国中方对本次会议有何目标和期待 中方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自担任COP15主席以来 一直以最高的政治意愿和最强有力的务实行动 推动COP15进程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出了积极贡献 去年10月,中国举办COP15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主席等9位公约缔约方领导人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并致辞 为大会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习近平主席在会上提出 开启人类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四点倡议 并宣布了一系列东道国举措 包括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 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 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为主席国 中方一直不遗余力地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 推动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进程 自COP15第一阶段会议以来 中方主持召开了近40次公约主席团会议 100多场不同层级的双边和多边会议 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此外中方还充分利用联合国 20国集团 气候变化沙姆沙伊赫大会等重要场合和时机 与各国就推动第二阶段会议成功 进行沟通协调 有效提振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政治势统 COP15第二阶段会议将在蒙特利尔召开 中国将持续发挥主席国作用 与各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 推动达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顺利完成大会各项议程 推动生物多样性公约 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 可持续利用 以及会议分享等三大目标的全面实现 中方今天发布了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的消息 此时举办首届峰会有何特殊意义 中方希望向世界传递什么信息 习近平主席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将成为中阿关系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世纪疫情反复延宕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召开首届中阿峰会 是双方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团结协作的战略抉择 我们希望同阿方以召开峰会为契机 共商中阿关系发展大计 共会未来合作蓝图 共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美好未来 进一步凝聚中阿双方在重大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共识 发出加强团结协作 坚定相互支持 促进共同发展 维护多边主义的强有力声音 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中东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 全力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规划路径方向和务实举措 带动发展中国家整体团结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贡献 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 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请问中方对预期成果有何展望 海合会国家是中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国自海合会建立一时 便同其建立联系 41年来 中海关系全面快速深入发展 在经贸能源金融投资高科技航天语言文化等领域 开展了富有成果的合作 走在中国同中东地区国家合作的前列 首届中海峰会将是中国和海合会国家领导人 第一次齐聚一堂共商中海关系大计 对中海关系发展将具有深远意义 习近平主席将同与会各国领导人 就中海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相信本届峰会将更续中海友好传统 进一步充实中海关系战略内涵 推动中海关系 迈上新台阶 沙特是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 两国发展战略契合 发展理念相近 发展优势互补 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近年来在中沙两国领导人亲自关心和战略引领下 中沙政治互信不断巩固 发展战略深入对接 各领域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 日益密切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保持着良好的协调和配合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 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 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中东地区国家 和时隔六年再次访问沙特 访问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同萨勒曼国王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 就中沙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向更高水平迈进